的求生之旅 这里很多观众肯定会问为什么他会拿一手勾六杂色这么差的牌选择欧领 因为在这个比赛中每一人都要下一个前驻 那么你的锦标赛生命是非常的岌岌可危 当你的筹码越少的时候你需要用越宽的范围去选择翻前击定动作 这里24000的筹码是一个非常极限的 他现在仍有五张奥子 可以重新去反超对手 并没有发出来 那么这样子再输掉了刚刚那手顺子对后门花的 孤乐之后这手牌他被淘汰出局 我们来看这手牌翻前的Limp底持 flop是Fish用买花跟住了Hexon的三条圈的下注 在flop一个8万的底持里面下注2万是一个25%的尺度 给了我们的Fish2013很好的赔率 好 腾上两位都过牌 好 腾上两位都过来 在合排Fish是得到了第二大队子9的击中 在合排Fish是得到了第二大队子9的击中 在对手的零打范围里面石钩的组合是比较少的 那么他这里不太害怕顺子 那么他这里不太害怕顺子 他会不会在这里下一个直血柱 他选择动手 这是一个比较重的柱 一个超齿下注 打得非常的凶狠 对手这里即使是顶踢脚的三条圈 也要思考很久 他也要在这里思考 Fish2013在这里 合排的超齿下注代表的排力范围是非常的极化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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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到 即使在合排有所击中有了一定的血断value 但是当他觉得自己的牌没有对方大的时候 仍然会选择成牌转bluff 仿佛合排长久他根本就没有看见 好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Device黄龙子打了一个allin底持 A十方片在这里选择all in 撞上了KK 他还有三张A的奥子 是直接被带走 他选择跟住 终于我们的哈利波特在合排 经过思考之后还是选择跟住 毕竟这里A圈也是一手非常强的范围 一个非常 果断的跟住 我喜欢游戏 但我喜欢游戏 我喜欢游戏 但游戏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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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镜头里面还是看到了有谭轩 游戏 他跟他赢测 游戏 游戏 厉UE 浅 游戏 一千五百万到一千八百万之间 我们看见这边Romaine被移到了这桌 那经过81手买路我们这个赛事现在还剩20位玩家 那当然现在有非常多的action 我们看见有很多all in 那也就意思就是说现场很多玩家都是短马 在刚刚输掉一个抵制之后 我们的赛事2013是这里选择all in短马 抓到了Peters 17同色的跟注 那他成功的顶住 有一次翻倍 那我们的赛事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刚刚FH2013的炸虎是被跟住了 但依然是得到了对手很长的思考时间 我们在打牌的时候 当你选择炸虎的时候 你就要有一定的决心和魄力 不能手软 高手的炸虎一般性都是尺度上不会有任何的马脚 这里又拿到了一手圈圈 选择O0R撞到了庄位的KK 一手翻前哭了 你看见Badisikowski在这个赛事中非常不幸 那好像也买入了非常多手 这说到这里合牌 合牌有一张击中了圈 那顺利了翻倍 那这样子的话 她的情况 就回到了刚才 输掉那个抵制之前的超马量 又回到了50多个前驻 非常非常的健康 刚才哈利波特是用我们的三条圈A圈 顶踢脚的三条是抓了 Fash2013的进 这边Azak Haxton拿到圈钩 在枪口位跟住1万6 这边Hijack way David Peters跟住1万6 Kates16同花的牌 跟住 然后呢Badisikowski选择了过牌 我们现在是四位玩家到翻牌后 这边是A勾9的面 那在这个面上 战士我们看见 Azak Haxton和李波特是战士领先 他现在是中队 然后可以有买后门花 跟后门顺的机会 但目前斯嘉的牌力都不强 那有关注朋友们问 为什么我们看来 就这几个人打来打去呢 那是因为这超豪克赛比赛 一般都是那一样 同样的40 50个人参加 所以每天我们看见这些比赛里 都是几乎一样的几张脸 那这边我们看见 哈利波特 他是Rana Rana拿到了葫芦 那我们看见 就是他的牌力比 另外三家玩家强得多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后面三家玩家 并没有手上一手 太过于强的牌 去支付他的下注 在7万2的底池中下注两万五千 去寻求一些博价值 在场面上的比赛里 你穿的过去 你今天没戏过去 你不戏过去 我认为你会穿的比赛 你得到更多 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不见了 你现在 在场面上 你还在这场面上 你穿了衣服 这里离智地放弃了他的敌队 说不过眼镜,我会的氪奶显示 说不过眼镜,我会快点恰好 我喜欢吃氪氪吃氪的咖啡 一香cek 热火勾,我建议你来罪啦蚂 但是现在我建议你来罪纪 但是你是不是很加确实 我一直在33,一直在增加 真的? 是的 你可以做它 普通人家是22 可能因為我沒有照顧我的眼睛 JP,你不照顧我的眼睛 你不照顧我的眼睛 我沒有認為它不重要,但我沒有知道 我認為它不重要 我認為它不重要 我們都坐在一起 醫生說它不重要 現在我們 我們所在的屏幕 我們所在男人的眼睛 非常非常高 在一班試考人物,他選擇在這裡直接試Race 那不可能是 那不完全不重要 我認為 它不重要 有些研究說它不重要 例如,很多人 我們很多人都在看 Juice Green 而我們的眼睛 不會更糟糕 也不會更糟糕 也不可能是 那不可能是個案子 Axon Axon利用裝衛的位置優勢 選擇跟住 在這裡 他拿到了後門身 後門花 在我們昨天剛剛結束的 50萬港幣買入的長牌比賽中 來自馬來西亞的 Michael Souza 是 用一手七七 在單挑時候的 合牌Hero Call 淘汰了 Sam Greenwood 拿下了那場比賽的冠軍 這就是位置優勢帶來的 非常大的優勢 在雙方都沒有擊中的情況下 後置位的玩家獲得了勝利 即便他的手牌是 遠遠落後於對手的 全牌質量 我們目前為大家帶來的比賽是 100萬港幣買入的傳奇撲克 超高額豪克賽系列 短牌是 由原本的52張撲克裡面 抽掉了2到5的小牌 只剩下36張 由此這個遊戲會更加的激進 會更加刺激 那也所以為什麼我們有看大家的 手牌都那麼大 也是其中的原因 隊友觀眾朋友們會問 短牌裡面 兩高章的價值跟手對比如何 我們可以知道 一般在長牌德州撲克裡面 兩高章跟手對做一個單挑的時候 一般性兩高章是稍微弱厚一點點的 那在短牌裡面正相反 大多數情況下 兩個高章是優於你的小隊子 這是優於短牌的牌數少 兩高章擊中 他的奧斯的概率會更高 那這個傳奇撲克系列的錦標賽 如果這些玩家們來參加 他們住宿都是免費的 吃喝也都是免費的在現場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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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会选择棋牌 因为A8杂色在没有位置情况下 游戏格派后抵持是非常困难的 他很容易被 他很容易遭遇到一些踢脚 踢脚比他强的 能主导他的一些大的AX 并且对于后置位的玩家的 Squays Race A8 都是没有办法去防御的 那这边我们枪口加一位置 白德塞凯尔斯基用K勾 跟住进来 Ruichel Cutoff Call 然后David Peters过拍 那这翻牌后 这边David Peters他中了三条六 然后呢 白德塞凯尔斯基在这边是中了顶对 勾的踢脚 那他这里势必又会至少有一条街的支付 那这边白德塞凯尔斯基选择下注两万的几分牌 那这里David Peters选择平根 对 因为首先他有位置有势 不需要在第一条街做出过分激进的动作去暴露排力 去留住对手像K勾或者是圈石 A圈这类的中等强度的排力 如果他在Flop直接做一个Race 那么很多很多很多的范围会直接盖牌给他 然后一般Call的范围有可能就比他强 或者是买顺的牌 那在短牌里面这也是非常后面有发挥能力的牌 对 所以他在这里选择慢打他的reset 希望对手在后两条街跟他继续周全 也希望得到第二条街的支付 那Beta Sikalski 他是一位如果在翻牌他被加注 然后面是K圈六 他手持K勾是应该会Full掉的玩家 那他在这里转牌的时候 还是应该相信他的牌力更强 现在下注为8万5千的几分牌 他依然选择跟住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Beta Sikalski和牌中K或者狗都不能拿下底次 这边Peta Sikalski是没有任何危险 在这样的一条线上 虽然后门有687陈顺面 但这里基本上是不会去考虑对手范围里面的顺子成牌 因为在对手零打两条街的range里面 很难有90这手牌 几乎是没有半点概率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FH2013这样子的牌手 是不会去这么激进的游戏一个 有高权益的卡顺在短牌中 目前底持是来到274000 FH的后手还剩251000 不是要不 communications 它可能能量 PetaSikalski 有点重复 不可能 你不想做得到 有点重复 我会拗掉1010 910 不容易 不石头 OK 谢谢 Thank you. Good way to think about poker. 皮特现在在考虑对手的范围,他的set6是否领先?领先多少?对手如果落后的话,会支付他多少? 这些考量都是合牌,选择过牌还是下注,以及下注尺度的几个因素。 可以看到每一个厉害的玩家,在合牌的下注都是非常深思熟虑,因为我们都知道随着底持越来越膨胀,合牌的下注额度往往是非常关键的。 选择打对手Olin。 我学习了一语。 我学习了一语。 我回回学校回大学。 所以,选择了一语。 五八十六个时间。 那听到。 你不想把那种状态的状态 就像你这样子 你不再次带牠 我认识,我不再带牠 帮牠 蜜蜜蜜蜜蜜蜜蜜 封魔 《封魔》 不然不然牠封魔 二三的的那些年轮捞到 - 嗯? - 桌子 - 嗯,2-3 - 不知道是因為四腿還是因為四腿 - 至離非2013是黎智的氣掉了他的頂隊 - 面對對手兩條街的跟著,在合牌的反主動all-in - 他這裡的K對上對手的value範圍是沒有任何銀牌的 - 啊,這邊我們action到了藍桌 - 在翻牌前,remant是有跟著一萬六千積分牌Kun - 啊,選擇也是跟著 - 然後呢,現在在我們合牌,我們看見這邊remant他是拿到三條A - 那在這翻牌的面上,本來傑森Kun他是可以買瞬 - 啊,卡瞬跟後門花的 - 啊,並沒發出來 - 啊,並沒發出來 - 啊,我們看見這邊remant他選擇下注八萬積分牌 - 那我們也知道Kun這邊是沒有辦法支付的 - 他的勾還是完全沒有半點的支付能力 - 我可以看到目前我們的籃桌籌碼領先者依然是我們的ST - 王左 - 他擁有258個前駐,206萬4千的積分牌 - 排在第二名的是我們來自美國的Jayson Kong - 也有超過200個前駐 - 我們回到紅桌,這裡 - 啊,今天Face2013的排路是有點差 - 啊,今天Face2013的排路是有點差 - 他這裡又拿到了一手 - 啊,被對手主導的排 - 而且已經打光 - 啊,目前的行動應該是他在UT級直接ALL-IN了A勾 - 啊,目前的行動應該是他在UT級直接ALL-IN了A勾 - 啊,好,很好 - 哦,Peters打得非常的激進 - 啊,Peters打得非常的激進 - 在前面已經有一個玩家跟住了Face20的拳下之後 - 他選擇用80同色這手牌 - 跟住 - 因為他知道一旦他跟住 - 可以跟Hexon打一個鞭持 - 並且 - 他擁有位置優勢 - 他實在是擁有一顆大心臟 - 他實在是擁有一顆大心臟 - 那這邊我們看見Hexon他是中了頂隊 - 他現在是這邊的盈利是65% - 他選擇直接ALL-IN - 他選擇直接ALL-IN - 那這裡B的B的只能蓋牌 - 目前來到開牌階段 - 隧小林3有4張10的奧子 - 我可以看到他的獲勝率是24% - 在短牌中區別於長牌 - 用的24法則 - 用的24法則 - 在短牌中用的是36法則 - 每一張牌 - 給每一個奧斯帶來3%的 - 盈率 - 那這樣子我們的MIGITA是被淘汰出局 - 那這樣子我們的MIGITA是被淘汰出局 - 可以看到這手牌是翻前令底持 - 在FLOP的時候 - 後衛的ROMMAN是跟住了 - 往左頂兩隊的下注 - 而在轉牌是一張A - 直接為他帶來了納茲順 - 在河盤沒有出攻隊的情況下 - 它是非常的定心 - 直到目前自己手持NUN - 我們的網索現在是這桌的籌碼領先者 - 另外的籌碼量是非常的多 - 超過200萬 - 他的維蕊順 - 問題文BENT - 還是來自我們的中國上海 - 1-4-1 - 2-1 - 4-1 - 腳 skip - 來說 - 出雲 - 手衝 - 第三種on - 這兩種大部分 - 帶來了 - 快formed 在21万4千的底池中下注14万 一个大额度的下注 王佐这里这手牌是非常的难受 在这个面上他也知道有两个顺是有可能的 一个是圈勾 一个是97 他选择该牌的确 在对手的范围里面除了勾圈之外还有大量的97 这两手买胜的牌在转牌和合牌都已经先后击中 他的输牌太多了 这边枪口加一的位置 Jason Kuhn跟住1万6千 我们看见Romaine在Cutoffway圈勾 也选择勾住 Pogorsky16庄家位过牌 是三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这边是A圈9的面 在这个面上暂时我们可以看见Jason Kuhn是领先 然后呢他在这边是可以买顺 然后呢这边Romaine是圈勾的牌 那这边是中队 那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任何在面上可以买顺的牌都是非常强的 那他的盈利也不比这种对子很低 那这就是长牌跟短牌很大区别的地方 每个都在这边都在这边 我看见Jason Kuhn跟住1万5千 那是这样的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好,我们这层空在UTG位又拿到了一手H同色,选择Limp 好,这里Romey拿到的一手是可以选择Limp也是可以选择Squiz的牌 目前前处还比较浅,相对于他的后手 所以他还乐得跟各位对手打一个番后 这边Koen过牌,Romey过牌,Pogoski顶对下注4万级分牌 不知道的是身后还有一个天顺,我们的Stanford Chetui 一手90在flop直接拿到天顺 选择跟注 这个转牌给Pogoski带来两队,然后这Berchitwick继续还是领先 这一位这里不但有一个顺子,他还有一张很厉害的红桃石,在台面出现了三张红桃的情况下 他的红桃石是第二大童花板牌 如果说是美国,他们比较大红桃石 他们比较快 对,他们比较快 对,你对,这比较多的比较多 对,我觉得他们比较多的比较多 对,我觉得他们比较多的比较多 我看见 Andrew Robo比较快 对,他比较快 他比较快 对,他比较快 对,他比较快 那他比较快 那组赛呢,是200万港币的买路 這邊我們Action到了紅桌 這邊在三位玩家平跟的情況下 超瑞在Cutoff位拿到AK 全壓O-in了37.9千的積分牌 我們看見這邊Waikin Yong 他是在槍口位平跟的AK 那在這邊兩位玩家都手持同樣的手牌 對於兩位玩家來說還不算驚喜 但是也還算滿意 至少對手的手牌對自己威脅不大 會不會再挑戰到 š怕 跟他爽拓的方式 然後我們跟他爽拓 跟我爽拓掌 與他爽拓掌 希望能夠互相 在這裏可以全雜色選擇跟著 曹瑞拿到了96雜色 選擇做一個bluff的加注 這是我們第一次看到曹瑞在中置位做出這樣的激情動作 得到了專位的跟著 那這樣子的話 赫森在前支位也得到了很好的賠率 目前底池裡面是有152,000 他需要跟著44,000去看一個接近20萬的底池 那麼他只要有20%左右的盈率就可以了 這裡曹瑞用一手垃圾牌做了偷馳的動作 結果在flop拿到了敵兩隊 這個flop對他來說已經是非常非常的驚喜了 直接選擇All in 那Hexton在這邊不猶豫地做了個call 他這邊是頂隊 沒有想到這邊曹瑞開的牌是96雜花 他在看到對手96雜花的時候也是一點的意外 他在轉盤上給Hexton帶來三條K 那這邊不幸的 蔡瑞被淘汰出局 我們這裡現場直播會休息15分鐘 然後呢也會給大家帶來昨天六人桌的50萬港幣買錄的精彩排局 大家不要走開我們馬上回來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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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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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